获里瑞佩恩,美国职业占星师,瑜伽教练,获得多重职业认证资格。 主要风格为心理指引,一文出自新一社,参考月生星座,白羊座,一辙,intensive校正,急心幻想,获心目前在你十二宫双鱼座,安静而凭借直觉的在幕后支持你,努力获得财务上的成功,随着你的想法和计划,做出了冒险性的转折。 一些曾经复杂或有害的,的事物正在离你而去,你的直觉满力十足。 这里涉及一个神奇的因素正确的时机,正确的联系,正确的迹象,正确的信息都会找朝你走来。 一旦控制好了之前在财务问题上的恐惧,你的道路似乎就变得畅通无足。 2019年的第一次时向1月5日将会发生在带你的地事工事业工。 这是一个关于生活方向和公共领域中所属决策的工位。 曾经不可能的是成为了可能,在你继续控制那熟悉的恐惧之时。 在你给周围环境时间,任期施展之时,你的近日之空前,之自由将是怎么夸张都不为过的。 从现在起到1月1日,如果你将面临兼职还是放弃的选择,放弃似乎是更明智的选择。 精心让你的关系工有未突出,在短短几天里你就会清楚发现,自己如何习惯性的依赖一种坏习惯。 这种坏习惯,导致目前事态错综复杂,土星在摩羯座,也在你的未来工,它让你看到鞋商和妥协,可能会发挥出非常实际的作用。 也许是时候更坦诚,或者可能是更加直言不讳,地面对财务问题了。 财务分配的方式需要通过不那么束手束脚,不那么让人恐惧或不那么自暴自弃的方式进行改革。 你也需要再探讨自己对两性问题的怀疑,在过去三周半里,你可能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,而你的观点可能已经发生了转变。 比起1月6日之后的日子,现在更容易扼杀混乱和破坏的种子。 水星进入掌管关系的气功,带来伴侣或工作伙伴,之间更真诚的讨论,关于未来、进步、诚实、自由和新的可能性。 由于冲动和鲁莽情绪的消遣,线上会非常有成效。 本周后期,水星与独龙形象形,独龙形象正是虐或被虐,讨论中可能有更多火药味,或者完全回避讨论。 可能对于自身的专长,权威或地位太过自负,工作协议或合同的条款可能制定的不怎么高明,为日后的误会留下隐患。 在关系的本质、自身生活、职业方向以及未来等方面,有很多值得讨论的东西。 而如果要创造出坚实的,能够经历时间考验的东西,其关键就是诚实。 本周,所有巨蟹做的核心主题是,强烈渴望去直面并解开某些旧的关系模式,这种模式可能源于母亲。 从11月初,你可能就开始出现突破范围的强烈需求了,彼时也许你就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。 你的目标是在不让信赖的伴侣伙伴为你提供财务稳定的情况下,把自己从对财务不稳定的恐惧中解放出来。 北焦点最近进入了你,代表独立的第一宫,要你更多的自给自足。 从现在到12月底,你需要有进一步的推进。 某个扑制破坏性的事情是要受到约束,此事确实艰难且有风险。 这其中包含着驾驭恐惧。 在财务谈判方面,你似乎学习到了不少东西。 你知道如何应对处理限制颇多的现实,能把自己的情绪暂时搁置一边。 善用耐心并等待行动的最佳时机。 当这些技能为你所用的时候,你也会因此而感到自信。 你有权让自己感到安全,有权让自己独立于他人的各种突发奇想和诸多限制之外。 每一年,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,需要被明确是,你在多大程度上,成功地创造了值得庆祝的生活。 太阳、木星,现在还包括水星都在你掌管爱、欢乐和自由表达的第五宫。 他们鼓励你出任何阻碍,你创造自己心目中美好生活的事物。 金星位于你代表家宅的第四宫,暗示着家庭方面,有事情需要你去处理。 位于天蝎座的金星,与位于摩羯座的土星构成六分像。 鼓励你现实地面对家庭和关系问题,现在也许是时候去颠覆、根除、彻底检修,或者暂时性地动摇生活方式了。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走向更为安全的轨道。 只有在澄清、同意和接纳这一局面的真相以后,才有可能采取持久性的行动。 有些事物似乎太过强大太过根深蒂固,以至于你认为它们难以改变。 但粉饰太平只会为害你而已,是时候去大声之言,去打破现状,去明确陈述自己的主张,以保护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。 水星今天正式进入代表你家居和家庭的第四宫。 你可能对陈述某个真相或者公平而约约日式,现在是时候开始讨论过去某些问题或家庭问题,以自由且清晰地进入让你感觉更安全的事物。 你可能想在11月31日开始这个对话,从那以后,你的想法会加深,而现在可能是正确的时机,复杂的问题可能涉及到你的恋人、孩子,以及那些对你应得的东西的低说。 某种更好的组织,现实的观点,可靠性或做真正努力的意愿,一起增强了自尊。 放弃旧的团体制裁,智慧规则可能是必要的。 你的朋友们可以给你提供更多支持,寻找治愈的团队支持可能就是答案,某种可以在团队中发展的事物,能够让你更接近自己的生活目标。 是时候在支持你的环境中说出你的想法了,在家家庭或过去,这个领域中你面临的某个限制,以及你对今一步发展自己累在天赋的需求。 这二者相结合,会为你提供一个机会,让你愈发清晰地明白,何为自己最真实的事物。 需求产生创造,令你感到受限的事情,可能反而让你愈加强大。 会顾过去的时候,你可能会感激那些显得令你感到有挑战的事情。 经济合约默认的协议,可能会继续挑战你固有的生活方式。 水星进入到你掌管沟通交流的第三弓,鼓励你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。 明智自己在哪些事情上不能让步,在共同决议的层面。 你可能会给自己留出更多的空间,你在10月31月所想的事情,现在可以付出行动了,要更坚定地相信自己。 保持强烈的好奇心,自由地追随自己的直觉。 敢于场所欲言,这些都将帮助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 金星和古神星在天蝎座,鼓励你在有关养育问题,你的家和过往这些方面,采取一些变革性或掩饰性的行动。 更现实的视角和更思虑的心态会创造一个机会,使你在交流出版或些小说的领域有所实现。 那些曾经被认为过于富有想象力,不接地气,难以描述或不能被社会接受的东西。 现在可能到了显现的成熟时期,有关养育,安全感,管理自己的想法,爱和孩子这些方面活跃起来。 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,但你能妥善应对,水星进入你的第二沟,可能会带来财务谈判,合作合同,权力平衡,以及打破什么是可以说的那种旧规则,任何能够扩大你的领域和影响力的东西作为滋养你。 对天蝎座而言,往往是与疗欲这个世界有关的东西。 自十月十日以来,你心里一直在酝酿着一些想法,今天,你终于能清晰地将它们表达出来,你的立场很坚定,明确地抓住了事实,又对艺术的洞察力,能找到治愈你内心的真相,穿越过风暴,或找到回家地路的感觉能给你力量。 这是崭新的一天,充满希望与机遇,你已经能看到那个闪着光的未来,水星正在朝着木星走去,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二日,这股能量都鼓励你去抒发你最真实的感受,与大家分享你丰富的知识,你唯一的阻碍可能与家庭或是过去有关。 你的能力是流动的,艺术性的,持续发生变化,符合大众需求,以及生命莫测的,你要学会去拥抱它们,你就像是住在游艇上,意识到你的流动性能让你更好的走向成功,好好书写你自己的故事。 兔心和金星为你制造了一个机会,让你运用你对现实的把握以及你的威信力,来影响团队的心理或团队的观点,正实和稳固你的生活之道,这相当有挑战。 终于朋友,高尚的思想,有见识的局外人角色,看起来都很明智,运用你的能力,在世上做出积极的变化很适合你,很可能你会通过你坚定的,一贯的,现实的方式来赢得你的朋友和敌人的尊敬。 水星进入你隐藏的十二宫,预示着在幕后制定计划,节目会发生在一月的第二周,可能是时候放开一些固执。 一些在婚姻和伙伴关系领域中更平衡的感情让乐于接受的,事物需要考虑和整合进来,本周暗月利丽丝将对水瓶座产生重要的影响,普神星与暗月相位不佳,这令你很难在家庭方面取得突破。 水星将来到水瓶座的第十一宫象征人际关系和团队的工位,如果你希望能帮助自己走向成功的伙伴同行,现在正式促成互惠合作的好时机。 土星位于水瓶座的第十二宫,这一宫象征着坚定与恒心的隐秘或私密来源,你愿意为伟大事业深入发展,并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运行于十二宫的土星将支持并强化这一想法,现在是时候把事情运作起来了,激发创意思维,为展示真实的自己和人生经历做好准备,开始这个独一无二,又激动人心的项目。 十二月十三日,水星进入双鱼座时工,即掌管事业,名声和最宏大报复的工位,是时候为自己仗义直言,说出事实,向世界宣布自己是谁,做了什么贡献,随着你与公众更多沟通和发生联系,就有可能带来更具拓展性和提振性的东西,此时可以揭晓你对于未来的规划,或者就是大步迈向未来。 此刻你的直觉敏锐,可以引导你的人生和事业走向正确的方向,只要你信任它,金星和古神星为约掌管一国,旅行,出版和稿等教育的旧工,鼓励你移居国晚,采用某些外国的战略,或将耕耘已久的作品出版。 金星在剪紧道路上起到助推和平顺的作用,可能会安排那种对等人让你遇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